如果不是蒋星坚持要演华菲 《甄嬛传》恐怕早就下架了 当初在拍摄《甄嬛传》时 蒋星原本饰演的角色是毫无存在胆的曹贵人 没想到他却看上了华菲的角色 并且主动毛遂自剑 想要试一下华菲的戏份 可导演却觉得这个角色不适合他 毕竟当初的蒋星刚刚演完古灵精怪的《七仙女》 走的是清纯玉女路线 和嚣张跋扈的华菲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 而且作为剧中颜值最高的菲子 郑小龙心中的第一人选其实是范炯义 没想到蒋星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甚至当众访问导演 我还没演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够跋扈呢 在她的软磨硬泡下 最终导演答应让她试一场戏 没想到蒋星仅用一句台词 就让导演目瞪口袋 原本蒋星以为自己没机会了 没想到郑小龙在看到她的表演后 当即决定要让她来试演华菲一脚 不久后她就接到了剧组的邀请 而蒋星也凭借精湛的演技 将华菲一脚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观众又爱又恨 仅凭一个眼神 就让大家看到了她的演技 比如说她看皇上会有什么样的演技 看皇后呢 其他的菲嫔呢 剧中华菲有一段吃酸黄瓜的戏份 原本剧中并没有这个片段 是蒋星执意要加上去的 起初导演并不想拍这段戏 两人还为此争论不休 我老是跟导演讲 导演你能不能让我这样演 导演你能不能让我这样演 导演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在我的眼里 华菲不是一个反面角色 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看到他可怜的地方 然而正是因为蒋星的坚持 才让华菲获得了众人的喜爱 喜爱